再来还要关心的是交通建设 公路局在南通到东里路段 拓宽工程一直以来都有民众向县议员成行 有关这地区的征收价低于市价 仅每平方公尺1300元 议员黄兴、黄菱兰、副议长潘岳霞等人 召开了花林县、瑞穗、玉里、副里、台九县 两车道路拓宽土地征收1亿案专案会议 而许多的地主都参与并表示 不满征收价格低于市价 公路总局在花林县内进行多处的道路拓宽工程 其中这条南通到东里段 地主不断的向县议员陈勤表示不满 有关这地区的征收价低于市价 仅每平方公尺1300元 土地就是政府名字来讲 可是我真的非常对那个王估价师的估价 非常有问题 真的 他口中说 台东中我们这些地都是非常破碎连续 不惧投资价格 所以在他口中非常没有价格 可是在我们地区就是从我爷爷我爸到 连线安座段 实价登陆没有吉普成交的实力 可是不代表说他没有价格 仙人黄兴黄丽兰副议长 看到我们民众的权益这个越想而在第一线一定会捍卫 然后我们县议会所有的同仁也会跟民众站在一起 希望能够合理就好 而且整个台湾省或花莲县我们这边的征收价钱是最低的 我希望政府机关能够听到大家的声音 那今天所开的是地价太低了 太低之后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来做接受 但是愿意支持政府的政策推动 那县政府的评估的部分既然跟老百姓这么大的一个落差 那我们希望公路总局对于我们这一部分 他们可以加以去协议 护理跟御理是盗铭的主要的花莲的生产区 一年多好几千七八千公顷在生产 很好的一个盗铭 那为什么土地的价值这么低呢 是我们生存疑惑的 这是祖先留下来的他们不愿意卖 那今天如果不是政府 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重大的建设 他们也不可能卖了这块土地 所以呢我希望就是我们政府机关书花改 还有我们就是花莲县政府地震处 针对今天民众的一个要求 能够达到他们的一个需求 地主也表示会舍不得祖先传下来的土地 就这样卖给政府 不过也会愿意配合政府规划 只是希望说政府相关单位也能够多听民意 并且要尊重地方 记者高松松玉地震采访报道